兔年就到 李士芳當然少得得二歲節的兔仔生肖 除了兔營 印有百家城或者農曆年份的李士芳也埋到成行成市 還有印刷公司的負責人說 滿年印製李士芳的數量數以千萬計 數量來計 大大小小所有的總數 大概接近一千萬 因為有些便宜的客人訂一萬 兩萬甚至幾十萬都有 貴價那些售算是一千 那些都會 甚至百家城賣一百二百都有 有環保團體統計過 香港人每年使用的李士芳達到一億八千萬個 相當於肯罰超過九千二百棵樹 認為市民將李士芳用完即棄不環保 其實香港人很注重傳統的狗觀念 新年一定要用一些新的李士芳 新年其實派李士其實都是拿一個好的意頭 反而不會著重於那個李士本身是一個新還是舊的 而有些李士也因為都設計得相當精美 它的紙質也相當之美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可以重用的話 可以用三年以上的 他建議市民使用一些沒有黏貼的李士芳 開芳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難可以重複使用 由賦予商戶不要為宣傳而濫派李士芳 市民又有什麼新年環保描計呢 始終派李士是一種傳統 我說沒有辦法不派 可以用一些小一點的李士芳 減少一些用紙 可以是一種環保的方法 既然都要派錢 不如找一個布袋 把錢放進去 十元二十元 五十元一百元 就叫它抽兩次了 那不就更好 舊的李士芳除了可以重用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不用浪費 就是利用這些正方形的李士芳 在中間和兩邊的位置剪開 然後將兩隻角交叉重疊 在魚的尾部加口釘 刮眼和紫麻魚嘴 就可以很輕易做到這些賀連的吊息 香港歡頻電視機仔 黃田婷報導